新四波有线电视将原本为在16楼的门市柜台搬到了一楼 并且在25号举行的全新门市开幕祈福仪式 由街朝华执行张主持 而搬到一楼后的整体环境都更加的明亮宽敞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白色墙面搭配高雅大方的黑色字体 加上细致青蓝的线条装扮 呈现温馨的气氛 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同时体验区也比过去更舒适 方便民众操作 那我们以1G的宽屏体验区 还有我们的4K的机上盒 那我们的整个设计都是以家为概念 是非常温馨的 接着活力十足的Showgirl带来热情的舞蹈 让人忘了有点凉的天气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门市体验全新的影音 以及一居宽屏上网服务 除了对于宽敞的服务空间以及便利性感到满意 全新的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功能 也让人印象深刻 就比较清晰光阳 不用再上下楼 直接就可以进来办了 就是跟过去的电视的机上盒不一样 因为它有很多的功能 然后也可以直接用机上盒来看一些YouTube 而未来门市的服务时间也做了调整 为了更全面的服务客户 除了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半 明年一月一号开始 周六和周日也都安排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半的营业时间 方便民众利用 明年一月一号开始 我们六日都是值班的 那也是带给客户比较便利的服务 那等于礼拜一到礼拜日都可以为客户来做服务 那六日的上班时间呢 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半 而新世坡总经理李宝慧也表示 公司率先推出了全区高速频宽一居上网服务 搭配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 开放了安卓系统 内建各种Google应用程式 可以下载YouTube Friday影音 KetchPlay LiTV等等各式各样的OTT平台自由观看 让观众选择度更高 希望每个进到门市的收视户 都能够享受到最好的服务 记者赵世渊永和采访报导